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小老头谁的故事呀 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 奉了斗战圣佛 从此留在了灵山 你说的莫非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还有这回事 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新鲜路上 哎呦我去 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 哪里 可不敢胡说 说的好像是我 但是我可不是一颗普通的金铲 我可是要大闹天宫的金铲 不信那你就往下看好了 我可是要是 这个烟火的主人 不知道里面他有没有存酒 那家别谈了 误了事 小心咱们两个 被灵山人拿去下酒 大哥 刘灵山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陈秘为的 我大哥在这把手 每个物质家都没来抄死 不好 被发现了 那就顺便活动一下筋骨吧 定 蓄力一击 给我破 轻松拿下 对付这些小喽啰 有点提不起精神呀 来者何人敢来此处饶我清修 又是只猴子 为什么说又 施主不如放下棍吧 也跟我学点佛法 我学你妹 直接快开打吧 真磨技 金钟罩 这个还有点实力 认真陪他玩耍玩耍吧 闪避 再闪 抓住空挡 直接反击 我还没怎么发力 他已经掉了一半血量了 金钟罩 不陪你玩了 看招 轻松拿下 获得一件法宝 不错 从此时正式开启我的齐天大圣之路 小猴子 你惊动了这儿的妖精 再往前走 可要万万小心 这个boss这么大 现在肯定打不过他 小猴子 来这儿 来这儿 来这边 这儿 看这儿 拿 在哪 小神 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后你多时了 等我干啥 有什么事吗 像 成像 像啥 几个意思 再往前走 就是观音禅院 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 这可惜 那场大火哟 后来啊 这禅院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 若是烧没了 修好一座破庙 一声狼叫声 就吓跑了 咱们自会再见 这就是小老头说的观音禅院 进去瞧瞧 哪有狗 逃 我好像还不会 我去你妹的 你说这么大一条 是狗 今天就这样吧 我先睡一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